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在医院难产,危在旦夕,老公却趁暑假,陪白月光母子度假,一周后他终于开机,游玩归来,眼前一幕却让他下滩,追悔莫及。 我陪着靳泽燕度过最艰难的时刻,看着他步步高升,直到现在成为公司的二把手,成功到董事长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在他身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 江念念,你都给我打几个电话了,我才出差几天。 电话那头的质问让我哑口无言。 对不起,医生说月份快到了,我害怕,你能不能回来陪陪我。 是谁呀?阿燕。 没等到靳泽燕的答复,却等来一道娇滴滴的询问声。 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说完,滴滴声提醒着我电话已经被挂了。 我愣在原地,满脑子都是他嘴里我用一整个青春换来的那个称呼。 生个孩子而已,这么矫情,不知道的以为你下了个金蛋呢。 婆婆对我翻了个白眼,出言嘲讽。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一个孤儿,能嫁给我儿子算你积了八辈子得。 我儿子天天工作那么忙,就知道给他添乱,似乎是觉得只是说说还不够解气。 他伸出手,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肚子传来剧烈疼痛,我蜷缩在地上,大滴汗珠从额头落下,还跟我装起来了。 婆婆不屑地从我身上踏过去,门被砰得一声关上。 我疼晕了过去,又被疼醒,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闺蜜赶来。 怎么我出个差,你就把自己搞成这样? 靳泽燕一家,对你做了什么? 闺蜜心疼地将我抱在怀里,空气里满是血腥的味道。 他慌里慌张地打120,连手机都拿不稳。 而此时,我的老公却和另一个女人在轻轻我我。 婴儿的啼哭声在病房里回答,还没来得及高兴,腹部又传来阵痛。 产妇大出血,准备急救。 医护人员来回奔走得匆忙,混着一气的尖锐声,在我耳边响起,就像死神的悲鸣。 医生,我是不是不行了,求求你,给我老公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看看孩子,求求你了。 电话被拨通,递到我耳边。 江燕念,你又做什么妖?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医生都看不下去了。 你老婆产后大出血,快点过来看看吧。 三番两次的片,有意思吗? 说完电话,又被立即挂断。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随着心电图趋于平缓,灵魂飞至上空。 很神奇,我的灵魂没有消散,只是飘在空中,可以看见一切。 原来,我生了两个宝宝,双胞胎,一男一女。 或许是因为早产的缘故,两个看起来都小小的,下一秒就会断气了般。 即便再怎么心疼,我也什么都做不了。 我飞到靳泽燕身边,她和白小小坐在海边的长椅上,画面美好得不可思议。 阿燕,我们去捡贝壳好不好? 女孩眨着一双猩猩眼,天真烂漫地问她。 她揉了揉她的头发,温柔地说好。 根本想象不到,上一秒,她是用怎样的冷漠决绝语气来挂断我的电话。 啊,女孩的尖叫声打破了画面的和谐度。 怎么了? 她焦急地捧起她的手,翻来覆去,细细查看,才发现一道快要愈合的伤口。 怎么这么不小心? 明明是责备的话,却满含宠溺。 这样的语气,她曾经也对我用过,结婚后就再也没有了。 她专注地用点酒削了一遍毒后,拿出窗壳贴,仔细包扎了一番。 那伤口,再不包扎,就要愈合了。 女孩开心又满足地看着她,像一部青春偶像剧。 看着这幅画面,眼泪争先恐后地蹦出眼眶,疼痛从心脏处蔓延至全身。 原来灵魂也能哭,也会疼啊。 二婆婆接到医院通知的家属电话,姗姗来迟。 产妇大出血,抢救无效,节哀顺变。 医生摇头叹息,婆婆却一脸高兴。 死了好啊,终于死了,晦气的东西。 闺蜜再也忍不住了,用力一巴掌扇在婆婆脸上。 念念嫁给你们这种人家,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你敢打我? 婆婆捂着脸颊,一脸不可置信,随后一把揪住闺蜜的头发。 死丫头,跟那个小剑蹄子真是一样的剑。 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我。 场面乱作一团,医生好不容易才将两人分开。 知道婆婆什么德性,闺蜜自然不愿把孩子交给婆婆。 医生啊,我才是家属,这可是我儿子的孩子,不给我给谁啊。 本以为怎样都是她的孙子,就算她再怎么看不起我,也不至于虐待孩子。 可是我还是低估了她。 医生,孩子的脐带血呢? 这可是好东西啊,能卖个大价钱。 我愤怒地挡在孩子面前,却只能任由她的手穿过我的身体。 原来在我生产之前,婆婆就跟医生说过要储存脐带血。 拿到珍贵的脐带血后,她高兴地扔下孩子,不知道去了呢。 闺蜜坐在我的床边,流着泪给靳泽燕打电话,一遍又一遍,一次也没打通过。 怎么可能打通呢? 她陪着白晓晓,这会儿贝壳捡得正开心呢。 我跟着婆婆,想要让她回医院看孩子。 可是不管我怎么生死历劫,她什么都听不到。 孩子的脐带血被她卖了整整十万块,钱一拿到手,她就找了个最近的棋牌室,开始打麻将。 巨大的无力感淹没了我。 靳泽燕终于想起我来,给婆婆打了个电话。 江念念人呢,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 她呀,刚生完孩子,脾气大得很,气你不回来陪她生孩子,故意不理你的。 儿子,你可不能中了这个女人的计。 靳泽燕声音明显掺杂着怒气。 妈,您在家好好教育教育她,怀个孕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婆婆来了近。 你都不知道,生完孩子,人家觉得自己能耐了,指挥我做这做奶的,又是洗衣服,又是端茶倒水,你妈我呀,彻底成了她的老妈子。 说得兴起,她还真挤出两滴眼泪,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 家里的锅碗瓢盆都被她给砸了个遍布说,还逼着我给孩子做衣服。 我这把年纪,眼睛哪看得清啊? 呜呜,靳泽燕的怒火彻底燃了起来。 妈,您受委屈了,别惯着她,我回去一定好好说她。 这样的靳泽燕和记忆里光风即月的少年完全是两个样子。 以前,她从来舍不得对我说一句重话。 待我回家见家长的时候,她妈知道我孤儿的身份,要死要活的,非不同意。 她把我揽在怀里,置地有生。 她要嫁的人是我,不是你,你再怎么不同意,我也要娶她。 和她妈大吵一架后,转头又来安慰我。 念念,我妈没文化,不讲理惯了,我一定会娶你的,你别跟她计较。 现在她好像早就忘了,在她心里,我变成了那个不讲理的人。 曾经的海誓山盟,现在看来,真是一场巨大的笑话。 金泽燕,只愿来世,我们再不相见。 三我的孩子因为早产,本来要住保温箱的,可费用太贵,婆婆哪里舍得给他们住院。 强行闹着签字,逼着医生让他们出院了。 她将孩子接回了家。 可是她根本不管孩子,只雇着麻将。 小小的孩子,虽然发育还不完全,可也知道不舒服,会哭。 孩子在一边嗷嗷大哭,哭得她烦了,就把孩子关在最远的房间里,继续张罗人打麻将。 连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 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也不管管。 管什么管,又不是我生的,谁生的谁负责。 要怪就怪他们有个狠心的妈。 不知道她上次喂孩子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两个孩子哭得累了,甚至啃起了手。 身下的纸尿裤也很久没换了,排泄物都要溢出来。 脸颊也变得越来越红,隐隐有发烧的迹象。 我心疼得无以复驾。 我怀胎八月,辛辛苦苦拿命生下来的孩子,生怕捧在手里碎了,含在嘴里化了的宝贝。 如今却被婆婆荡成累赘,如此折磨。 眼看着孩子的脸越来越红,呼吸越来越弱,我急得快崩溃了。 宝宝,别睡,看看妈妈。 我努力伸手,想要抱抱宝宝们,可透明的手却从他们身体里穿过。 无力赶向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救救我的孩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 我焦急万分,灵魂是没有眼泪的,可此刻好像我的眼泪好像流干了。 我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一个头一个头虔诚地给天上磕着,祈求神明能够显灵救救我的孩子。 可是没有人听到我的祈祷,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像一把利剑,将我的心刺的千疮百孔。 终于,孩子不要命的哭声终于惊动了邻居。 我内心燃起希望,我的孩子有救了。 王阿姨,孩子哭成这样了,你好歹去看看呢,孩子这么小,哭得撕心裂肺的,你们大人不管吗? 我满怀期待看着邻居,她也是个宝妈,我多希望她可以帮我看看孩子。 哪怕帮我打个120也好,可她却被婆婆给拒之门外。 我的家我做主,朝你也是你活该。 邻居实在受不了,从业主群里找到靳泽燕电话,拨了过去。 我对着电话大喊,妄图让靳泽燕回来。 你家孩子天天大哭大闹,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靳泽燕陪着不适,旁边却传来白小小的声音。 二燕,最近爸妈给我生了个弟弟,家里也一直吵吵闹闹的,弟弟还生病了,一家人围着转都不管用,感觉爸爸妈妈都不爱我了。 呜呜,还好有你陪在我身边。 邻居气愤地在这头斥责。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种没素质的人,再不想办法解决就等着警察上门吧。 我飘到靳泽燕那头。 白小小正在安慰着他。 小孩子就是喜欢闹腾,也是没办法的事,警察来了也解决不了呀。 他朝他温柔地笑了笑。 你说得对,还想玩什么,我都满足你。 阿燕,你最好了。 白小小挽着他的胳膊,轻易地在他身上蹭了蹭。 他摸了摸白小小的脸蛋。 像宠孩子一样。 和白小小玩开心了,才想起来打我的电话。 真是长本事了,电话一个也不接。 他摔了手机,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我怎么接得到呢? 靳泽燕,我早就死了呀。 他又将电话打给他妈。 妈,邻居说孩子一直哭,到底怎么回事? 江念念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你把电话给他,我倒要问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儿子啊,你不知道,他月子都没做完,就迫不及待地跟着他那个朋友出去玩去了。 我现在哪找得到他呢? 孩子就丢给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 照顾完这个,那个又哭了起来。 哎,言辞恳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都要信了。 妈,你受苦了。 妈,妈不辛苦,给你照顾孩子,妈开心。 就是你这个媳妇,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你和那个白小姐怎么样了,哪天带回来让妈见见。 说到白小小,婆婆的眉眼都要笑开花了。 妈,你别乱说,坏了人家的名声,我先挂了。 电话挂断后,婆婆才用力踩着地板,不耐烦地去看孩子,一边走一边骂。 她泡奶粉,根本不看水温,温度不够,有些奶粉化不开,她也不管,直接将奶瓶塞到孩子嘴里。 孩子呛得满面通红,她还是不肯放手,反而露出一副舒坦的表情。 剑货生了两个小剑货,真是晦气。 我心如刀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呛得哇哇大哭,越哭就越被呛,最后连哭都不敢哭了。 哭哭哭,我让你哭。 她得意地大笑起来,把你们两个小崽子弄死了,以后我们家阿燕就不用被人家姑娘嫌弃了,要怪就怪你们不争气的妈。 她还不如把你们俩带走,我倒是省了心。 你在干什么? 婆婆被吓得一跳,手里的奶瓶掉在地上。 此刻我无比庆幸,以前告诉过闺蜜家里的密码。 你对孩子干了什么? 闺蜜将一个脸已经跌得通红的孩子抱在怀里,我在一旁看着,心如刀割。 抬眼再看婆婆,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我孙子,我想怎么样就怎样,你管得着吗? 这次,没时间再和她吵,闺蜜看着孩子不对劲,立刻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念念,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宝宝有事的。 在去医院的路上,她一个劲地给靳泽燕打电话,终于通了。 靳泽燕,你孩子都要死了,害死念念还不够,还要害死孩子吗? 电话那头,靳泽燕的心脏猛地一抽。 你说什么? 害死念念,江念念怎么可能死? 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 是不是江念念让你说的,不接我电话,就是为了装死? 你问她,到底还有什么把戏? 阿燕,专注一点。 白小小娇媚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把闺蜜气到不行。 死渣男,还没骂完电话,就又被挂了。 再打过去,已经被拉黑了。 闺蜜抱着孩子,泪流满面,嘴里不断呢喃着我的名字。 念念,你睁开眼看看呢,孩子需要你,你怎么就这么狠心? 抛下我们,呜呜,听着他哭,我的情绪也彻底绝了低。 而此刻的靳泽燕,正在和白小小下着棋。 刚才的电话对他没有造成丝毫影响。 我钻紧拳头,最后又只能松开,什么也做不了。 到医院后,挂得急诊,医生只是看了眼孩子,立马就送进去急救。 我的心被一只大手狠狠揪住。 孩子的状况很不好,你们怎么做家长的,烧成这样,也不早点送过来。 闺蜜被医生说得头低了下去,你是孩子妈妈? 不是的,我是孩子妈妈的朋友,孩子妈妈她,她去世了,那孩子爸爸呢? 孩子状态差,要家属签字。 闺蜜简单说了自己联系不上孩子爸爸,让医生试试。 好在医院的电话,静泽燕接了,孩子情况很不好,你是孩子爸爸吧,快点来医院签字。 江念念,这么大个人了,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怎么可能,现在都想出用孩子来博同情的手段了呀。 闺蜜抢过电话。 静泽燕,你个混账东西,尽快赶过来。 医生说完这句话之后,电话就被挂了。 恰好静泽燕已经出差回来了,不敢想象他要是没回来,宝宝该怎么办? 就连来医院,他也带着白小小,不要脸的贱男人,狐狸精。 一看到两人,闺蜜就抡起包砸了过去,又嫌不够,补了一巴掌。 静泽燕把白小小护在怀里,生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哪怕早就想到这副场面,亲眼看到,还是被狠狠在心口上捶了一拳。 江念念呢,孩子病成这样,他也不出来,也配当妈。 静泽燕气得冲闺蜜大吼,你还好意思提念念。 哼,你老婆一个月前就走了,被你妈推了,摔在地上早产,你妈没跟你说吗? 早产。 似静泽燕一脸错愕震惊的样子,彻底激怒了闺蜜。 哦,我忘了,你连念念怀胎多久了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早产呢? 你就是孩子爸爸。 静泽燕木讷地点了点头,连白小小在旁边喊他名字都听不见了。 过来签字,医生带着他一边走,一边数落。 孩子都烧到三十九度了,也不送医院,还用被子捂着,这不是存心要孩子命吗? 老婆死了,就不用照顾孩子了。 静泽燕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嘴里一直重复着。 怎么可能,江念念不会死的,她最有心机了,怎么舍得去死,肯定又是骗我的。 我看着她这幅自欺欺人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 原来在她眼里,我一直就是一个心机女。 签完字后,医生转身离开。 静泽燕却像疯了一样,拉住医生的衣脚,不让她走。 医生,我老婆没死对不对? 医生被她吓了一跳,又挣脱不开。 幸好闺蜜这时候冲上来,把她拉开了。 你这个没脸没皮的死渣男,害死念念还不够, 现在还想拖着医生,害死宝宝,好跟你的小三双宿双飞。 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有我在,你别想动宝宝一根手指。 静泽燕瘫坐在地上,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即便这样,她还是在喃喃自语着。 我不信,我不相信。 我自嘲地笑了笑,是不是只有把我的尸体摆在她眼前, 她才会相信,我不是在演戏,不是在骗她。 不相信是吧? 闺蜜将我死前的照片拿给静泽燕看, 她颤抖着点开图片, 再放大看到我脸的那刻,手机从手里跌落。 照片里的我因为大出血,面色变得惨败无比, 看上去格外瘆人。 她找到那天给我接生的医生。 医生叹息着摇头,好久没遇到过因为难产而死的女人了。 可惜我早产是意外,又是双胞胎,他们也尽力了。 可怜孕妇,到死都没能见到孩子一眼, 孩子也都病泱泱的,不知道能不能养得回来。 上下打量了静泽燕一番后,态度立马就变了。 你就是她老公? 静泽燕点了点头,换来医生披头盖脸的一顿痛骂。 产妇大出血要死的时候,还让我们给你打电话, 结果你把电话挂了,自己老婆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还算什么男人? 说完,也不等静泽燕反应,就气得离开了。 人群围着她指指点点, 这就是那个为了小三,连自己老婆死了都不顾的男人啊。 她老婆费心费力地给她生孩子, 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真是可怜人啊。 听着人群怯怯思语,或是为我感到惋惜,或是为我怒斥渣男。 我心里五味杂陈,可是唯一确定的是,下辈子,我再也不想遇见静泽燕了。 孩子还在抢救,她颓败地靠在墙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白小小早就时时悟地走了,她妈却恰好来了。 儿子啊,你回来了,怎么就一个人啊?小小丫头呢? 没见到白小小,她有点失望,不过见到自己儿子了,还是很高兴的。 静泽燕抬头,眼眶通红,看上去很吓人。 哎呦呦,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念念呢? 静泽燕躲过她妈的拥抱,淡淡开口,婆婆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她出去完了呀,孩子病成这样也不管,都要靠我一个老婆子。 哎,说着说着,她还委屈上了。 不过,很快她精心编织的谎言,就被闺蜜戳破了。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儿子? 念念因为你产后,大出血去世了呀,还是说你准备一辈子不告诉她, 最后编个念念跟别的男人跑了的名头来栽赃她。 心思被戳破了,婆婆脸上清一阵白一阵,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静泽燕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幻灭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一个两个都不告诉我? 念念走了,为什么? 她愤怒地一圈一圈砸着医院的瓷砖墙,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直到骨节出血。 婆婆心疼地抱住她,闺蜜却冷眼看着她,没有一丝同情。 静泽燕,你在这装什么呢? 念念走了,最开心的不就是你了吗? 刚好,没人能管你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了。 婆婆还想骂闺蜜,静泽燕却直接跪在闺蜜面前,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求求你,告诉我念念在哪儿,求你,一行泪从她脸上滑落,这还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她流泪。 不知道是应该感动呢?还是恶心呢? 念念早就被火化了,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 在静泽燕的不懈恳求下,闺蜜还是告诉了她,我目的的位置。 念念,你不会怪我吧?我只是想让她给你赔罪而已。 我在半空中看着闺蜜落寞的眼神,张开手臂,无形地抱了抱她。 她为我做了这么多,感谢都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怪她呢? 武进泽燕赶到目的后,疯了一般的跑土。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只觉得恶心。 她和白小小捡贝壳的时候,在高级餐厅吃料理的时候,可曾想过有这壳。 从未,她只觉得我在骗她,在和白小小争风吃醋。 夜幕渐渐降临,静泽燕挖的双手鲜血淋漓,终于把我的骨灰盒挖了出来, 然后如获至宝般地抱在怀里。 我身上泛起一阵恶心,死了还要被她这样折磨,真是造了孽。 孽孽,你怎么能抛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回来好不好,要打要骂,我都听你的,求你回来好不好。 她哭得忘我,深情得不成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有多爱我。 曾几何时,她也说过,等以后有钱了,会让我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我们最苦的那年,我顶着烈日,在三十八度的气温下穿着厚重的玩偶浮发传单, 一天打四份工,晚上还要和她挤在十平的小破屋里,没有空调,怎么都睡不着。 赚的钱,连一块带果酱的面包都舍不得吃,都拿给了她。 那时候,她紧紧抱着我,就算再苦,也觉得很幸福。 后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可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曾经一腔热忱的她了。 不知不觉,泪流了满面。 可是没有一滴泪是为她而流,都是为了我那早已失去的最美年华,还有可怜的孩子。 真的好想快到下辈子啊,没有静泽燕的下辈子,应该会很快乐吧。 静泽燕哭够了,小心翼翼地把骨灰盒抱回了家,在家里给我立了个牌位。 我恶心地不行,但不管我做什么,都不能让那个牌位倒下。 索性放弃了。 消沉了几天,她找到闺蜜,想见见孩子。 静泽燕,你到底哪来的脸,要是真觉得对不起念念,就趁早滚圆点。 孩子出生的时候不想见,现在又求着见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装呢,真是跟你那个妈一模一样。 还嫌孩子被你们害得不够惨吗? 我忙着念念葬礼的时候,你妈差点把孩子呛死。 怎么,你现在还想再添一把火吗? 闺蜜的连环质问,让静泽燕哑口无声。 说不出来了是吗?说不出来就滚。 哦,对了,你们虐待孩子,等着收律师函吧。 说完,他毫不留情地降门关上, 刘静泽燕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门外,久久不肯离开。 宝宝被闺蜜照顾得很好, 整整一个晚上,只哭了一回。 小家伙们生命力很旺盛, 经历了这一遭之后,身体也很快恢复过来。 我看着他们温馨的模样,感动的泪又流了下来。 六镜泽燕回了我们的家, 将自己关在卧室里,什么也不做, 只是躺在床上抱着被子。 念念,我好想你。 他狠狠吸了几口气,将被子抱得更紧了。 就算再恶心,我也动不了他分毫。 酒瓶散落一地,一片狼藉, 原本属于我的味道,也消失殆尽。 他又翻箱倒柜地把跟我有关的东西都找了出来。 其中就有我的日记本, 那个承载了我一整个青春爱恋的日记本。 我和静泽燕是大学认识的。 我是孤儿,上学都是靠国家发放的助学贷款, 平时连几块钱的肉都舍不得吃。 命运的齿轮转动在了静泽燕坐在我对面的那天。 他碗里的菜和我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素菜和一大盘米饭。 我小心翼翼地打量他, 被发现后又迅速低下了头。 我对他的关注从那天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日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诞生的, 然后越写越多,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看到他上领奖台了,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 他又坐在我对面了, 怎么还是只吃素菜,不喜欢肉吗? 我和他加了一个社团, 以后有机会说话了, 好开心呀。 今天终于跟他打招呼了, 他笑起来真好看, 如果每天都能看到, 他笑就好了。 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浓浓的少女心思, 以及最纯真懵懂的爱意。 静泽燕眼泪落在我的日记本上, 他想擦, 却把湿润的面积搞得更大了。 和他一起散步了, 嗯, 应该算是吧, 他人真好, 还把伞给了我。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没带伞, 正准备冲进雨帘的时候, 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 像所有的青春偶像剧一样, 那时候开始, 我就认定, 他会是我的白马王子。 听到有人在传我和他的绯闻, 要是他误会了怎么办啊? 哎呀, 好烦啊, 到底要不要跟他解释清楚? 他说他在追我。 那天的日记只有这一句话, 好几个感叹号, 却出卖了女孩激动的心情。 静泽燕长得很帅, 我和他的绯闻越传越离谱, 最终还是传到本人耳朵里了。 他们都说我和他一点也不配, 也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勾引的他。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是我在追江念念同学, 这话一出, 狠狠打了那些人的脸, 却也让我恨不得变成个安纯, 躲进地缝里。 后来, 他真的在追我, 带我做了男女朋友应该做的所有事。 我从小没感受过爱, 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被爱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在这段感情中, 我越陷越深。 毕业后, 直到他家条件不好的时候, 还有那么一丝丝庆幸,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差得小一点? 看到这里的时候, 静泽雁已经泣不成声, 我也是。 明明这么相爱, 为什么要变心呢? 那些打工时候, 不敢告诉他的心酸, 我都写在了日记本里。 咖啡厅里被客人刁难, 送外卖的时候出车祸, 大热天中暑, 被路人救了。 诸如此类, 再看一遍文字, 当时的心酸苦楚, 好像还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可是, 每天我都会写那天, 和他在一起, 发生的幸福快乐的事。 他给我折了朵小花, 给我画的肖像, 送我的莫丧时戒指等等, 对不起, 念念, 对不起, 他闭上眼, 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 是我践踏了你的真心, 我罪该万死。 后面的日记, 文字风格彻底转变了, 变得阴郁苦闷。 阿燕说, 董事长把女儿安排给他做秘书了, 真好, 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可是我什么都帮不了他, 他会嫌弃我吗? 很快, 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今天去公司给阿燕送饭, 那个女孩贴着他, 动作很亲密的样子, 不是说只是秘书吗? 他说我无理取闹, 真的是我无理取闹吗? 我好难过呀。 从那天开始, 我和靳泽燕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 他开始以加班的借口敷衍我, 不回家吃饭。 每次坐在饭桌前, 看着一大桌子菜, 我都会想要是那天我没有去送饭, 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靳泽燕用手妈撒着那些文字, 声泪俱下地呢喃, 对不起, 念念, 和他在一起, 才有更多机会, 我只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而已,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更好的生活, 或许只有他自己觉得吧。 七儿子, 快出来, 你看谁来了。 是白晓晓, 婆婆完全换了副嘴脸。 让他走。 靳泽燕没出门就将白晓晓聚在门外。 晓晓啊, 你别生气, 阿姨去跟他说说。 儿子啊, 你快出来, 别让人家等急了, 那个江念念有什么好的, 死了就死了呗, 还不拖累你, 一个孤儿, 哪配得上你啊? 靳泽燕根本不愿意理睬他, 他一头撞在门上, 逼他出来。 哎呦, 我真是命苦, 娶了个这样的媳妇, 死了还要把我儿子 害成这样,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死了算了。 白晓晓急忙跑过去扶他, 还是晓晓贴心, 不知道我们家阿燕有没有这个福分, 娶到你这样好的媳妇哦。 阿姨, 您别这么说, 阿燕哥哥这么厉害, 能嫁给他,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见靳泽燕还是在房间关着自己, 不为所动, 婆婆拉着白小小的手, 关心起来, 你弟弟怎么样了? 那两个娃娃的齐带血好用吧? 谢谢阿姨关心, 弟弟好多了, 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我愤恨地将指甲陷入掌心, 我就说, 婆婆怎么会千方百计地 让医生流其带血, 原来是为了救白小小的家人。 卧室的门被瞬间推开, 你们说什么? 你把孩子的其带血卖给了白家, 能帮小小弟弟, 不是很好吗? 婆婆不以为然地说, 靳泽燕将目光转向白小小, 是你们害死了念念, 都是你们。 看见靳泽燕这幅拉里拉遢, 风魔得不成人样的鬼样子, 白小小嫌弃地后退了几步, 用手捂住鼻子, 似乎她对靳泽燕 也没那么多的爱意, 只不过是爱得的光鲜亮丽, 爱她的温柔体贴罢了。 当白月光变成了衣服上的饭渣子, 红玫瑰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只剩下满心满眼的贤物。 阿燕哥哥, 如果你在她临产的时候就陪着她, 我们怎么可能有机会, 她又怎么可能死? 她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 现在怎么能把错全推在我们身上? 她的死, 明明就是你一手铸就的。 如果不是你对我释放可以靠近的信号, 我怎么会有机会接近你呢? 别再自欺欺人了, 说实话, 我挺替她感到不值的。 以前很讨厌白小小, 觉得是她破坏了我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 将一切都怪在她头上。 可是她说得对, 一阵见血, 如果不是静泽燕的默许, 她又哪来的机会? 静泽燕被戳破小心思, 整个人仿佛崩溃了。 她抱着日记本, 不住地摇头, 流泪。 念念,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白小小看着她这副样子, 许是觉得倒胃口, 静止转身出了门。 而静泽燕就像失了灵魂的木偶, 光着脚, 抱着日记去了窗台边。 念念, 你等着, 我这就来找你。 婆婆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她儿子要做什么, 瞪大眼睛吼了声, 不要。 可是她没抓住静泽燕。 静泽燕死后, 我的灵魂开始慢慢消散, 我不舍得看了眼孩子。 相信闺蜜会好好对这俩小家伙。 闭上眼的那刻, 有一道模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念念, 等等我好不好, 求你等等我。 静泽燕, 只愿来是不复相见。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